今天要介紹的是從您開始的暗拋鐵板 道具篇 那暗拋鐵板是很有魅力的尼爾釣法 也是陸亞的其中一種 可以在很多場地做釣 例如沙灘、堤防、礁石、港口 是用來針對大海中各種獵食汛漁種 像是市場常看到的鴻竿、青魚、石斑、鬼頭刀、鮮魚、土多、白帶魚 甚至鮪魚和鰭魚等等 有太多種好吃又美麗的魚種都可以用鐵板釣到 那很多人第一次接觸鐵板的時候 包括我自己都會覺得 魚種會想要咬鐵板這種東西 但不像卵耳或是米諾那種動作看起來那麼生動的尼爾 但是就是這麼神奇 通過你的手操作的鐵板 就是可以成功吸引到這些頂級律師性魚種來攻擊 暗拋鐵板有三種重量的範圍做區分 從重到輕就是 以大物為目標硬派鐵板玩家所愛的暗拋鐵板 鐵板重量範圍在60到100克 再來就是近年漸漸流行起來 也是最好入門的重量範圍 從小型到中型的魚種都可以釣得到的暗拋圍鐵 鐵板的重量範圍在20到40克 再來就是用更精巧的裝備 用超輕量的鐵板來釣更豐富的魚種的暗拋超微鐵 鐵板的重量範圍在7克到20克 這三種所使用的裝備也會有所不同 大致上可以參考這張圖 暗拋微鐵和超微鐵可以用海濾乾或是軟絲乾代替 那因為鐵板的重量輕 所以對體力不會有太大的負擔 可以長時間做掉 暗拋鐵板就建議用專門的暗拋鐵板乾 因為乾脂就需要有相對的強度 才比較好跟大型魚種撥到 而捲線器都建議使用高齒筆的 是為了要應付 常常會需要快速收回自線或是鐵板 所以使用高齒筆的捲線器可以增加收線的速度 那乾脂都建議是用9尺左右 是因為很多時候都會需要把鐵板拋得很遠 那利用乾脂的離心力與拋頭的技巧 甚至可以把鐵板輕鬆甩出100公尺遠都沒問題 鐵板方便程度就是 因為鐵板它包頭距離是可以拋很遠的 各種湧城都可以進行搜索 所以在以海調來講是非常翻用的一個擬耳 那鐵板的選擇也是很重要的 想要知道更多的話可以點右上角 更多其他的鐵板知識 好 再來是身上的裝備介紹 首先最重要的是顧好自己的安全 所以希望各位到海邊都可以穿上救生衣 那不同的場地要穿戴的裝備也會有所區分 提防和港口的話 身上穿腰掛式或是尖式的救生衣 這種比較輕便的就可以了 還有防花鞋 那沙灘的話就穿背心式救生衣會比較方便且安全 那方便的原因是因為你的吊具都可以 收納在背心式救生衣的口袋 鞋子就穿適合在沙灘上行走就可以了 那礁石上的話就要穿背心式救生衣比較合適 如果跌倒至少身上還有一個防護 鞋子就要穿專門的那種毛簪釘底防花鞋 毛簪的功能是可以讓你在那些 長胎的那種石頭上面比較不會滑倒 因為礁石會是相對比較危險的場地 做好防範是很重要的 再來台灣的紫外線是很強的 要盡量減少肌膚的露出 畢竟暗包鐵板通常都要長時間 站在沒有遮蔽物的海邊 可以穿戴袖套、薄圍和帽子來減少 肌膚被陽光照射的面積 那偏光鏡也是很重要的 除了保護眼睛防止光線傷害以外 還可以減少水面反框的折射 讓你比較清楚看到水中的狀況 接下來就要快速說明必要的配件 第一個陸牙鉗 用來開陸牙環或是解魚溝很方便的工具 再來就冰箱 可以讓你新鮮的保存魚貨帶回家 再來刀子或剪刀 方便要把帶回去的魚貨放鞋 再來就是取水桶 那取水桶就可以取海水起來 就是將魚放鞋 還有也可以拿來洗手之類的 再來就是玉冰網 最好都要有五公尺以上比較好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堤防都會站比較高的地方 那釣到比較大型的魚 就會需要用網子撈堤 再來是工具箱 收納、路牙或是道具等等 很多小屋都可以Spy裡面做收納 這樣方便拿去 好啦 以上都是最基本的道具 如果想要開始按拋鐵板的話 參考這支影片購買需要的道具就沒有問題了 其實還有很多便利的小屋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再慢慢入手 再來就是遵守釣場的禮儀 還有不要亂丟垃圾 維持釣場環境 和注意自己安全 希望這支影片對想要開始按拋鐵板的朋友們有所幫助 那今天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有了有了 衝贝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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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衢贝衣贝衣贝衡贝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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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 Lightning